好 国际最新消息好 带你来关心 以色列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再次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那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星期二会见驻以外交使节 他说以色列是与哈马斯作战 并不是要与巴勒斯坦人民 那为了要寻求更多人质获释 也让更多人道物资运入加萨 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再次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而新一轮获释的人质预计将近有40名 那包括女性 还有超过60岁的男性 以及其他需要医疗的人 那以色列美国和卡达官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会面 针对以巴第二轮人质交换协议进行磋商 哈马斯领袖也访问埃及 讨论加萨停火以及释放人质等等议题